上文书说到吴松打虎一举成名 被众猎户让进景阳村 又就看这景阳村的火把通名是敲锣大虎 哥哥兄弟 咱这出来奇人了 有位打虎的英雄把老虎打死了 真的 哎呀 三拳两脚就把老虎打没劲 你说这不是神仙吗 咱得看看打虎的英雄 走走走 大家看热闹去 马上这李正三 白白酒呀 吴松真饿了 那打死这只虎消耗了多大的霹靂 虎咽狼吞风卷残云 吃了个酒足饭饱 但到了现在 武松没有精力跟大家谈话 他跟李正提出来 我太困了 我就是想睡觉 快收拾一间干净的房子 屋收拾好了 备入整齐 有人提灯引路 武松等进了屋之后 也顾不得看这看哪 倒头便睡 李正吩咐一声 门前站岗啊 不行有人在这捣乱 不行有人在这高声说话 不能影响了大虎英雄睡觉 门前还夹了岗上 四外下了卡子 李正马上派人 到县衙门前去禀报这件事情 看县衬也有什么指示 书说简短 武松这一觉 睡的第二天 过得沉实了 他才起来 哎呦这回恢复了体力了 眼睛也亮了 一点不困不乏了 洗脸漱口支闭 孙李正陪着 又到了厅房 本地头面人物 也全都到齐了 恭维了一大顿啊 全是拜年的话 感情武松这个人呢 还不喜欢这套 打死一只虎 算得了什么呢 你看大伙这个客气劲 把我捧的都有点肉麻 叫人坐着都不得劲 但又不能不听 武松频频频扁头 等吃把饭之后 上县里报信的人也回来了 梅飞色舞 跟李正说 见着县太爷了 县太爷详细问了情况 我一五一十都说了 县太爷高兴得不得了啊 县在县里头的人 差不多都知道这件事 奉县太爷的唐语 让您陪着打虎的英雄 要赶奔县县 县衙门大唐 知县大人 要见他 和这李正一听 当然更高兴了 跟武松说完 武松点头 好吧 就这一起身的麻烦劲 就崩堤了 先给武松 准备了一秤 二人台 他也是一边拴一根杆 拴得结结实实 找那有劲的小伙子 拔个人换班台的 后边准备的虎床 把这老虎搁到虎床上 这些猎户 各拿着猎叉 飙缩 他这看着 其实那老虎跑得了 借此也显现威风 本村的头面人物 好事地拉着长队 能有一百多人 赶奔阳谷县县城 其实这离这县 并不太远 过了中午就到了 一进城门 老百姓早就哄阳东 万人空巷 拥挤不透 买卖家都关了门 乱了华了 都来看大虎的英雄 要没人在这维持秩序 交通堵塞 干脆过不去 衙门出动了不少官人 拿着鞭子给开着刀 躲到门着门着 门着门着 门着门着 躲啊 把大虎门开 就这么样勉强 挤过中阶拐弯奔 咸阳 等到了咸阳外边 轿子落地 武松下 李正陪着 走上大堂 知县早在此 恭候多时了 要一般情况 就这七品的 父母官 那架子大套了 能在这坐着吗 早下去休息去了 今儿啊 为了等大虎的英雄 他也破例 在这等了一个多钟头 三班仁义 六房的师爷 全都没走 平外边一阵大乱 说大虎的英雄来了 直线站起来 撬手以待 正在这时 孙李正陪着武松 走上大堂 这直线仔细打量 甭问 这就是大虎的英雄 姓武叫武松啊 好大的个头啊 真是高人一头 诈人一病 现貌堂堂 窝一风凛凛 罢了 直线心说 大虎的英雄 就得这样 跟我想的差不多 要长得没三块豆腐糕 跟我差不多 没有伏击之力 怎么能打得死老虎呢 八了 英雄也 直线还破例 从桌子后边 转到前边来了 哈哈哈哈 你就是打虎的武装是吗 武松 聊一副 跪倒在地 那年头 港鸡分颜呢 七品 宪令 那是父母官 普通的老百姓 见着就得跪下 武松当然也不例外 望上叩头 小人武松 拜见县太爷 免礼 免礼 哈哈哈哈 来我看看 呦呦 直线摸着武松的手 比我大好就好 好 你叫什么名字 武松事业 由于我们哥俩 我排行在二 人们都管我叫五二 哦 五二英雄 快点准备座位 武松不敢坐 直线执意叫他坐 直线大人还把椅子 望武松进前拉了一拉 推心知腹的问 五二英雄 你是怎样遇上的老虎 又怎样把这畜生打死的 你要详细讲来 是 大人 如鸣 武松这人 不会说玄话 就如实地 把经过讲述一遍 就不用玄染 不用叶术加工 就说这个本身的事 那就极其动人 再看直线听着什么 没飞色 哦 好 好 好好 哈哈哈哈 英雄爷 那么老虎现在何处 回现在也 排到院了 带本官观看 直线带着各房的 师爷 所有当台的 然后他跟着 到院里 参观这只老虎 等围着虎床 转了几圈 这支箭也敢伸手 摸一摸了 老虎死了 摸也害怕 心里头也 举恋 举恋的 好大点啊 跟头牛 差不多 这玩意 咱们打死 更 静悟无数 看完回来 直线马上 吩咐 把这虎床啊 再扩大 油漆一下 明天开始 让打虎的英雄 骑着马 要四位 转那么几圈 让市农工商 三教九流 阳谷县的 父老 都看看 打虎的英雄 是什么尊荣 让大伙开个眼 也看看这只老虎 直线吩咐完了 吩咐 白酒宴 缓带无松 你说他俩在这吃着 别人 别人靠边寨 去那参观的 在支县面前都没份 吴松能吃得下去吗 勉勉强强的 喝了几杯酒 吴壮师啊 家在哪住 小人清河县人士 离这不远呢 我这是阳谷县 跟清河县挨着 家有什么人 只有父母双亡 我还有个哥哥 叫吴大 你哥哥是干什么 是个做小买卖的商人 你是不是会武术 小人互爱武术 从小就练过 怪不得呢 怪不得 不会武术 怎么能打死猛虎呢 娶媳妇了吗 没有 我光身一人 你以何为生呢 这 我还没有正当职业 平时戳干个料厂子 交几个徒弟 哦哦 之前一看好 这人我不能放走 难得的人才 杨武县正用人呢 现在贼盗风起 多如牛毛啊 可惜我手下那些 抓差办案的都不利 这叫武松在手下 当个都头 我还怕什么 想到这儿直线就说 武松啊 本县想抬举于你 别走了 留到杨古县吧 啊 你要愿意的话呢 把你哥哥也接了 你们弟兄在一起团聚 本县就参离你做个都头 你看如何 马步都头都归你同名 你可愿意吗 你说武松能不愿意吗 在那个旧社会 那个都头 还聊着 你花多少钱运动 也不太容易 你看官好做 都头不好做 你得有能力 到时候叫你抓差办案去 要遇上那刺头和扎手的 你真办不了 没两下子真不行啊 武松又没职业 一看支县 出于制成 马上就答应 多谢县太爷排女 哈哈好了 好 你们听着 从现在开始 打虎的英雄 武松 就是咱们阳谷县的三班都头 你们听见了吗 吴都头 全来给祝贺 武松站起身来 冲他们做了个螺圈衣 也不认得张三李四的 先这么敷衍唐赛吧 直线又奋 去去去 到账房 开一千吊钱 赏个大虎的英雄 把钱都拿了之后 武松一瓶 不要 大人 我打死一只猛虎 这算得了什么呢 我怎么能 领取这么多的重赏呢 小人 无功受禄 勤势不安 我不能要 哎 本县早就出过赏歌 说话 也有不算之力 这是你的嘛 你怎么能说寸功为利 打死老虎 这是立了大功了 你受之无愧 不不不 武松说啥也不要 只剑不答应 后来武松是这样的 各位猎户 为了捕获这只猎虫 风采露宿 担了很多的风险 有些人死了 有些人受了伤 我看这钱 给大家分了 当堂送给众人 直线把大腿一拍 把大拇指翘起多高 罢了 罢了 这才叫英雄 英雄啊 财色不贪啊 你看 这么多的钱 一点不动心 分给大伙 直接说好吧 我成全你 来啊 平均 谢过五都头 这五都头赏给你们的 烈狐猛跪到了 谢过武松 欢天喜地 把赏钱拿走了 头天没事 到了第二天 按着支县的唐鱼 武松开始夸观游街 冒茶公花 狮子披红 武松骑的那匹高头大马 也带着大红花 前边铜锣开道 打着县太爷的执事 这还了得呀 后面还抬着老虎 轰动了阳武县 这怎么走法呢 县城哪有多大 郊区大呀 头两天转郊区 让农村的老百姓看 最后这一天 转县城 县城有多半天就能转完 但说第三天 转到正当武时 铜锣开道正往前走着呢 那老百姓挤着就帮贼了呢 万人空相啊 正在这时 身后有个人 喊武松 阿尔郎 阿尔郎 兄弟 兄弟 武松戈登把四将带住 谁叫我 怎么这么熟悉 武松再马上流向回头 往人群之中观看 那人急的 再看在别人 嘎起我的下边 挤进个脑袋来 把帽子都挤掉了 正在那喊武松 武二郎不看泽河 一看他 哎哟 正是哥哥武大郎 名叫武之啊 武松心说 找的就是我哥哥呀 顾巴他夸过来 甩凳立安 跳下坐进 直奔哥哥来了 老百姓欺负老实人 一看武松过来 足动的火辣潮 把道路上开了 武大郎把帽子捡起来 擦了擦 头上的汗 蹦蹦蹦 跑到武松进去 贤弟 果然是你呀 哎呦 把哥哥笑得好苦 武松还得大哈腰 拉着哥哥的双手 要说起来武之 武大郎这人呢 貌相 的确不怎么样 比武松矮着一半 武松身高九尺挂铃 武大郎还得踩快砖 能有四尺半 你说这不还差一半 还挂弯吗 因为这个人长得不好看 脖子还短 多少有点弯腰驼背 看来呀 从小就干活累的 满脸全是皱纹啊 胃老鲜衰 风吹日晒 满脸全都是老皮啊 本来的年纪不太大 三十挂铃 不到四十岁 但乍看就好像五六十岁的人差不多 那湖里边都有白点 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倒 身穿粗蓝布的衣服 补钉 罗着补钉 腰里系着白麻布的围裙 半截白布的白袜子 蹬着一双草鞋 身边呢 放了个条 这条都挤翻了 一颗小匾的两只小筐 筐边上插着根筷子 筷子上还插着一只炊饼 这炊饼啊 就是家里烙的那种饼 搁点芝芝 叫烧饼也行 做小买买的 卖炊饼为胜 武松对哥哥来说 那是最亲不过的 因为自由 父母双亡 是哥哥把他抚养成人的 那武大郎的生活有多苦啊 有时候挣俩钱不够花 武大郎不吃 给兄弟吃 武大郎不喝 给兄弟喝 使一把 尿一把 把他拉扯成人 又是哥哥 又是爹娘 等武松长大点了 武大郎不省心 这武松是说打就斗 好嘛 杏如烈火 动不动就拢拳头 可有时候武松 把人家给打了 有时候叫人家 把他给打了 不管谁胜谁负 谁吃亏谁占便宜 武大郎 能不操心 把人家打了 他给人家说好话 把兄弟打了 他心疼 没少为武松掉眼泪啊 好不容易武松成人了 更不伤心 欠武松 专管路见不平之事 你想在那个年月 他能平等得了吗 这个街面上不平的事 你管不过来呀 这武松还非要指这 如果非管不可 谁哼 我碰谁 谁哼 我兜谁 为此那娄子没烧土 最后全打南八天 给你全都问他心口 把南八天 跟楼一声大没劲 武松一看贪了 这个人命他跑了 武大郎跑不了 就为这件事情 武大郎蹲了半年多监狱 后来南八天的小妹死 当时背过气去了 养了三多月 又还过来了 抓武松 武松跑了 武大郎压半年 人员 人员又好 众人联名宝 这才把武大郎给宝出来 您说为武松得操多大的心吗 可是武松呢 满以为哥哥住在清河县街上 做梦也没想着 在阳谷县县城相遇 这怎么回事 武松拉住哥哥的手就问 大哥 莫非咱们在梦中相见不成 老二 你怎么说胡多话 你看这日子多亮啊 这哪是做梦 这是真的 那您怎么搬到阳谷县来呢 哎 我的兄弟 一安 满 居